大家好,我是超级无敌机器宝大人 今天来给大家录一期这个日常系列的视频 这是月初挖的那些乌干达的卵 已经孵化了一半了吧 孵化了不少了,已经挺大的了 然后还有一些卵,检查一下 我看一下,顺便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就是原来把它的日晚放在这个位置嘛 然后画个圈 孵化出来,你看这是原来它那个圈 已经出来了,已经开始吃东西了 这吃的还挺欢的 这上面一个一个的都是那种很小的屎粒 还不少 这些放到一边 应该是出来了,这是多少个 我记得这些都出来了 看不见的就是出来的 这个也出来,都在里边 看一下卵 嗯,这个卵已经有那个,卵的那个,你幼虫的那个轮块了 能看出来 看到了吧,能有一个,有一个C型的一个,幼虫的那个背的形状 还有这种,这种就是 出来的时候非常小啊 这种不知道能不能出来 估计不大好弯 这个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可能会烂吧 已经很黄,但是好像里边没有那个,幼虫的轮廓 就是非常浑浊 这种可能是那种烂的,可能会烂的那种 这也是正常吸水的那种 这也是正常吸水的那种 正常吸水的那种 这种,继续等着就行了,不用管它 这也是 嗯,出来了 刚出来啊,还很小啊,能看出来 非常小啊 跟这边这些出来时间长的一笔特别小 这也是有一个轮廓,有一个C型 放到这边 白色的 这个也是白色的 这个是什么情况 这个也是幼虫的轮廓,能看出来 这是好像是上部分啊,还是下部分 能看出幼虫那个背,那个背的感觉 也是健康的 估计这一批孵化率还是可以的 出来 孵化率还是可以的 这 挖了有二十 产了二十 二十一天好像是 然后挖,产了二十天 嗯,然后挖出来是二十一个好像 产了二十天,挖了二十一个 然后这是孵化了有 十二个 十二个,孵化有十二个 嗯,十二个,然后这一批里边 就这一个吧 就这一个感觉可能是 孵化不出来了 这种,这种孵化不出来的 很早就能看出来 因为它很浑 发黄,然后里边 虽然那个卵很大 但是它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 没有那种,又又虫的那种 轮廓 那种就很危险 有可能就是 会烂 你像这种 这就是那种 比较早期的 它也有一种那个 一圈 能看出这一圈来 也有那种幽虫的轮廓 这个就更明显了 这个估计 这两天它就能出来 能看出来 这很明显 到后期的时候 它这个 可能这个幽虫的背上的 那个褶皱 它都能拍出来 非常的明显 那种 你如果说是稍微刺激一下它 就是甚至你可以给它把皮剥了 直接把皮剥了 它甚至能直接出来 之前不小心 就是把这种末期的轮 给它碰破了 结果那个虫子还挺好 孵化 不仅孵化出来了 还很健康 这就很搞笑 看来是那种末期的 就算你 你就是 不小心给它碰坏了 它也是没问题的 它会自己出来 那么这一期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轮 但是轮是什么情况 另外这一批这个幽虫 也准备卖一些 卖个10g 20g 那个母虫还在生 还在这 都吃都在这个表面吃 一粒粒的 食量还不小 估计这一盒能够它吃一个月了 再换土的话 下个月再给它换土就可以了 行吧 这一期视频就录到这吧 今天是4月14号 估计 现在审核快很多了 估计晚上就能审核出来 行吧 大家我们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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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